我回到這段影片解釋 究竟如何去Odo可以管理你 譬如你計劃了一些移動 或者你計劃了那些計劃 計算相應的項目等 你會用到Project Time Sheet 和Planning 還有Accounting 這四個 其實你當作Logic就是 我現在去Project那邊 我會有一個叫Internal Project 那你一按下去的Overview 其實已經帶你到這個項目裏 看到你有多少的小時 是被人Time Sheet 亦都是Either 可能你要修讀它 或者它是不修讀 因為可能是你自己 內部的一些記錄 不是Meant to be 去修讀客的 然後你的右手邊就是 對應你有多少 真的已經引述了客人 等著被引述 還有你的Time Sheet 因為對應 例如8個小時 是Total 或者13個小時 對應是多少個小時 每一個Employee 他有他的Course 例如這個Michelle 他就會是100元一個小時 所以現在是1300元 那這些Other Cost 我會轉頭展示給你看的 這個1萬元 就會是場地的預訂 然後150元 就是關於Expense 我說是Taxe的Expense 所以你會看到 在這個Overview 裡面 其實已經給了你一個想法 關於整個Project 的Profitability 亦都可以看到 哪個Sales Record 是扔著了 和它相影 Record 的Time Sheet 最基本的就是 例如我在這個Taxe裡面 按下去 你就會看到 為何會有這13個小時 我有一個Task1和Task2 這個是剩下0個小時 然後這個還有2個小時 其實你按下去 已經可以看到 就在那個Time Sheet的Tab裡面 相應Allocate的小時 以及它用了多少 哪個用 相應的Description 同樣地 For你的Task2 也是 那 所以 因為有這些 Time Sheet 所以剛剛Overview 才會看到 十三個小時 然後 For這個Task 我有一個Invoice 向我的Customer 去收這8個小時 這裡有8個小時 我說每個小時 我收到$100 所以你會看到 它的Overview出現 就是這裏的13個小時 以及$800 然後 再對應這個Course 10,000和$150 我剛剛所說 在Accounting裡面 我有一個Bills 譬如 譬如你拿著這個Project 你要租場地費 又或者你有些Expense 這個譬如 譬如你有一個場地費 那 1萬元的 那 因著我 用一個 叫做Analytic Account 去追蹤 就是對應這個Project Internal 所以他就知道 為這1萬元 要扣回我的Project Internal 那 那 同樣地 給我的$150 就是剛剛所說的 的士 那 那 就是這邊 你會看到$150 然後 它是 扣著 Analytic Account Internal 那 所以其實是 當你有這個 叫做Analytic Account 那一刻 你是可以直接在 這個櫃桶仔裡面 譬如我搜尋 Internal 那 你會看到所有能力 無論是它的Project 又或者它的Cost and Revenue 那 相應地 哪一天 關於什麼 然後 扣的 譬如扣的數 加的數 那 它會計算整個Project 你那個 Profit 或者是Loss 那 所以它就不會 就是 這個比較清晰一點 讓你可以看到這個Reporting 你問我說P&L的話 它都會有的 但是你會散收一點 因為你做了P&L 你所有的Income Revenue 一定是會放回去 你這個Operating Income 那 然後 你那個Cost of Goods 又或者是你的Expense 譬如的士 呀 場地 booking 那是不是會去你的Expense 那邊 或者是Liability 那邊 那所以 BOTH 所有關於Transaction的東西 一定可以在你的P&L Balance Sheet 等等 去看到的 那譬如這裡 800元 那 然後 Expense 同樣地 譬如剛剛的的士錢 你看到$85元 最後就是 那個 場地的 那個 費用 那你就會見到 上次 對了 我還沒有 對了 我還沒有確認 所以它還沒有Plug In 那 對不起 這裡 那所以你會見到 所有Transaction的 但是如果你說最方便你看 逐個逐個project的 Profit and Loss 一定是用這個 叫做 anitted account 你可以 按下去 看得到你真正這個 Profit 或者是Loss 那 所以如果你說用Planning 這個APP 它不會是 跟著你做了些什麼 Scheduling 從而 譬如你的 Time Sheet 那些Course 自動去Plug In 譬如說我已經 這裡 是我這麼多的員工 他未來過一個星期 Schedule哪一個role 做什麼project 做什麼project 多少個 中數等等 他不會因著你這裡 Schedule 從而去 Integrate with那個project 而影響那個 Time Sheet Cost 反而 這個真的 純粹給你做Planning Publish Share給你的同事等等 但是如果你說你 直接去 Time Sheet 這個APP 你去 譬如這個 Internal Task 2 譬如說我會是 星期六 我會扣一個小時 OK 那 For這個Task 2 現在有一個小時 我回到那個project裡面 Overview 你會看到 剛剛跟著我 那個Time Sheet 多了一個小時 從而去 原本應該是 1300 它變成1400 所以就是 大約這樣做法 就不會陰著你的Planning 以後你想 trace 究竟哪個project 哪個Task 哪個Order 有什麼Inforce Fender Build 那你全部去 Overview裡面 就會看到 的技術 還要做 看來 我會看到 看來 看來